再过不久就是农历过年 过年前除旧不新 澎湖县政府环保局在县府馆场举行年终大扫除清扫活动 由秘书长蔡奇贤 环保局长杨书顺领军 率同林静光明 中西里民及军方支援人力 展开林静道路环境整洁 宣示全民大扫除启动 澎湖县政府秘书长蔡奇贤也到场为民众加油打气 并鼓励大家注意环境整洁 有了舒适的环境 才有良好的生活品质 是大家都大家都得了 我们今天我代表信仰感谢各位志工 来中西里跟官民里的志工 来做这样环境的一个清扯 因为我们中国我们有个时段 过年情而夜都会对环境打扫 那我们希望说借助这一次的机会 让我们的乡亲能够对环境 大家一起来努力来共同维护 尤其是住家附近 跟商店附近有多来维持 那对有些乡亲对垃圾的乱丢跟一些印记 我们也希望说他能够来解制 因为最高可以花到六千块 那最后我也希望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对我们住家 跟一些商店附近能够稳定干净 让整个环境变成一个大公园 那对于这些环境的清整大家一起来努力 对于这种环境的美丽是我们大家有的 那也感谢大家的协助 对一起共同努力 谢谢大家 澎湖平日急动用扩大就业及市区扫街有限人力卖力清扫 但仍无法顾及每一条大街小巷的道路清洁 有鉴于此希望借由这次的清扫活动带头 让民众们都能主动加强住家周围环境清洁维护 配合国人年终大扫除的习惯 澎湖县政府与每年除夕前一个月推动年终大扫除环境清扫活动 由环保局长率领业务主管及相关同仁 并号召村里民众白鱼人一起共襄盛举 希望民众一起为澎湖的环境卫生尽一份心力 一同清洁环境喜迎新年 环保局提醒 年终大扫除时别忘了清理居家及收边环境 尤其是屋旁防火像杂物及积水容器的清除与整理 维持居家安全及防范避霉纹之声 另外也要记得垃圾不落地 遛狗 矽狗链 青狗便 不乱丢垃圾及淹地 记者王海荣报导 你还怪不疼 我还怪不疼 你还怪不 internet 你还怪不疼 你还怪不疼 你還怪不疼 你还怪不疼